大家足以平安 感受到新年的气氛 就在这两个礼拜好浓 大家都期待有新的年开始 这是好的 但我更重要的是盼望 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虽然身体一天天衰老 衰败 退化 老化 最后火化土脏 但我们的生命应当更新成长 Amen 祝大家 平安 健康 上帝爱你们 我们过去有个传道 叫做卢贤昌传道 好多年前被主借回天家去了 他当年信主有很大的改变 从一个非常迷信的家 包括他的太太四神 几乎都在鬼神的手中 但神救赎了他们夫妻 后来全家都归族了 他非常热心侍奉上帝 记得当年他在单路厂那边做工批借 礼拜天还要做工 他要求他的supervisor给他 两个小时 从批借赶回来 在甲洞那边做礼拜 一晚了马上赶回去 后来到那时间 他退休了 到马上去进修 一点的时间 后来就全时间服侍主 他的运动 推动回的工作 就是三分钟传福音 他几乎立定心志 每一天向十个人传道 感谢主 他传了好多好多的福音 我深信杀杀的种 按着神的心意 到什么时候收割 我们不知道 他做完他的工 谢了地上的劳苦 就回天下去了 感谢主 神借了第二棒 给他有机会 看到神的恩典 借出的果子 就是他儿子 小儿子 卢国权 二十多年前 去了英国 在那边做生意 一段时间 神也赐负他们的工作 家庭 有两个孩子 后来神又呼召他们 在侍奉的道路上摆上 后来国权弟兄 就奉献给神 做全世间的传道人 所以他今天能够 在侍奉上 有一个神所给他的记号 就是福音使命 所以今天 第二代的传道人 就是卢国权传道 他这次新年 回来 看他家人 与家人团聚 今天早上 我请他讲道 所以求主保守 在四海的工作上 多处多方 多时 为神的国度摆上来 侍奉难得 所以今天早上的讲道 特别讲末世的征战 所以求主保守我们 一起来领受神话语的教导 一起来敬拜上帝 Amen 好 请 多谢 传道 尊敬的牧师 传道 也是最不听话的 也是最不听话的这一位 每一天 他跪在神的面前 不断为我祷告 他希望我能够悔改 希望我能够 像他一样来到 走向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十二年前 他离开这个世上 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从英国回来 他跟我讲了很多 他的童年 在他律师的时候 他还按手为我祷告 他说 国权 这条路是永恒的道路 你要坚定走下去 我也希望你能够像我一样 能够全时间 来到服侍神 去年我回来 我在我父亲的墓碑那边 我跟他说 爸爸 我今天做了传道人 感谢神 听了我父亲的祷告 虽然他看不见 但是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他听了他的祷告 在这这么多年来 我父亲面对了 这种的属灵的征战 许多的诱惑 被人批评论断 但是他坚定 走向这条信仰的道路 他为他的家庭 祷告 我们看到今天 神赐福这个家庭 神赐福这个教会 我想到四十年前 有一般的人 他们从甲洞 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都是被神感动 他们看到马路里 这个地方 他们需要什么 需要福音 结果他们就 以基督耶稣的信为信 他们不怕痛苦 他们流了多少的眼泪 风吹已打 他们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来到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我们看到 从十个人开始 一直到现在 你们的教会 能够坐上两千人 这一切都是要将荣耀归给神 感谢神 一直为你们看守这个层次 那今天呢 我想问一问你们大家 你们谁当中有金氏的 有吗 有金氏的 OK 两百度以上的 好 金氏加老化的 有没有 金氏老化加闪光 很多 那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眼睛 自从亚当 夏娃他们犯罪之后呢 我们的属灵眼睛 就已经眼下来了 一直到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呢 他就重新打开 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 这个属灵的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呢 要来到去读一处的经文 我会用这个 以福所述第六章 十到十八节 如果有圣经的话 请你们打开这个圣经 以福所述第六章 十到十八节 我们要来看 保罗告诉我们 这个仇敌他是谁 同时呢 我们打这场属灵的阵战 我们要怎样来到打 我们要怎样来到 去串起这个军状 请大家来到看这处的经文 以福所述 第六章 第六章 第十到十八节 找到之后 我们大家一起同声 来到读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族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状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一属血气的阵战 乃是以那些自正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状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的 用真理当作带着树药 用公义当作复兴经测凶 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一被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 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 就按着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 随时多放 祷告 警醒 为众生涂气球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 你的花已经打开 当你的花一打开的时候 就发出亮光 主啊 我愿你的光 在这时刻 你来到照亮整个的 我们人性黑暗的深处 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 找到这个真理 找到这个原则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能够被你改变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这个世上充满了许多的罪恶 充满了许多的动弹不安 我们恳求父神祢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明白 使我们能够了解 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 让我们能够一起 来到领受你的话语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Amen 我现在请大家 想一想 如果你一直活在黑暗当中 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突然间感受到 整个地方都黑暗了 你是不是在担心 你的手机被人偷了 你是不是在担心 你现在你的钱包被人拿 如果你回到家里面 没有人讲话 你跟你的太太 跟你的配偶 没有两句话 你跟你的孩子 没有沟通 婆媳之间 有许多的问题 又或者你在商场上 你遇到很多的 勾心斗角 又或者你来到教会 有许多的分门介党 批评论断 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一直活在 这个黑暗当中 你会痛苦吗 你会恐惧吗 黑暗代表什么 黑暗代表 这个 属灵恶魔的 这个世界 我请 把这个灯光 给开亮 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世界 充满着许许多多的 这种的 不动荡 到处都有什么 都有天灾 人窝 还有到处都是 打仗 我们看到在1998年 发生什么事情呢 发生这个印尼 这个种族灭绝 那些的人怎么样 他们把那个 人头给砍下来 然后拿着那个人头 好像很开心 一种胜利的那种的欢呼 绝说在末日的时代 人民要共打民 国要共打国 我们不只看到这种的 种族与种族之间的 那种的征战 我们还看到什么呢 我们还看到 到处都有征战 那种实际的征战 大家都熟悉的什么 阿富汗征战 叙利亚征战 前阵子的乌克兰征战 还有这个 尾巴战争 还有香港社会 运动的这个问题 香港给人家知道的 就是什么 东方明珠 是一个美食天堂 可是在几年前 就因为一个的 这个的社会运动 就导致整个的香港 变成什么 到处都是烟火 最少有一百万的人 离开香港 有多少的人在那里 被抓拿 被杀害 还有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到处都什么 到处都有这些的病毒 在1900年 我们知道有那个 西班牙的那个 鼠域 死了一千多万的人 那四年前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 这一个的新冠状病毒 现在统计的死亡人数 有将近700万人 这个世界 到处都有很多的 这些问题 请问 哪一个地方 才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呢 我们不止面对 这些的困难 这些的挑战 我们还面对什么 回到家里面 两公婆吵架 婆媳之间的 那种的争斗 还有呢 同事之间的 那一种的 黑暗里面的 那种的斗争 我们还面对 在教会里面 那种的不同心 批评论断 绝书在末世的时候 他在 马太福音 曾经告诉门徒 叫他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弟兄姐妹 末日是什么呢 末日就是主耶稣 单身 一直到他再来的 这段时间 我们叫做末日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 将会有许多的人起来 这些的假基督 假先知 他们将要迷惑信徒 他不只要迷惑信徒 他也要迷惑非信徒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 就是要让人跌倒 还有 这些的假基督 假先知 他们将要起来 行大神迹 大骑士 你说他们会行神迹 骑士 这么厉害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摩西 当神呼召他去 埃及见法老王的时候 要他把以色列人 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这个法老 他拒绝 那结果呢 亚伦就把那个杖 丢在那个地上 就变了一条蛇 但是这个术士 摩西的 这个法老的这个术士 他们会不会变呢 他们也一样把那个杖 丢在那个地上 结果他们的杖 也变成一条蛇 但是最后 我们看到 亚伦的杖的这条蛇呢 就把这个 术士的这条蛇 给吞吃了 就表明了 上帝的能力 是大过一切的 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会行神迹奇事 就是从神来 这些的撒旦 仇敌 他们也会行神迹奇事 那保罗呢 他在贴城这个教会里面 他曾经告诉贴城 因为贴城教会里面 有许多的这些假使徒 他们来到去 冒使徒的名字 冒保罗的名字说 主的日子已经来到 所以你现在面对 这么多的困难 你现在面对 这么多的逼迫 因为主已经来到了 所以他们就很迷惑 他们很忧愁 那保罗告诉他们 你们不要被他们迷惑 你们要坚定 知道主的日子还没有到 那保罗就在贴城楼 离家前后书呢 就告诉了我们 当主来的日子 有好些的那些的特征 在那日子 必有离到返教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 有这些的敌基督 他们将要起来 他们将要迷惑人 保罗警告他们 不要受他们的迷惑 主耶稣也警告他们 不要受他们的迷惑 那同时 保罗也提醒 这个提摩泰 他说什么 提摩泰是谁呢 提摩泰就是保罗的 属灵儿子 保罗他要离开 世上的时候 他希望提摩泰 能够借他的帮子 他跟提摩泰说 你该知道 这个你该知道呢 是一个命令巨来的 你该知道 你身为教会的牧者 你身为长老 你身为教会的领袖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那这个危险在原文 就是凶恶的意思 非常凶猛的意思 这个凶猛的来到的时候呢 就表示什么 表示罪恶增加 信仰多落 所以我们看到 在疫情之前 有许多 我曾经看到一个报导 在印尼 在印尼呢 他们有两个的助球队 他们在打球 结果呢 其中一方输球之后呢 两棒就打起来 有十多人 因此而死亡 那我们看到 最近的那一个的 以巴战争 以这个以色列 他们在庆祝 那个的音乐节的时候呢 这个哈马斯 这个恐怖分子 他们突然来到的时候 他们奸人就杀 那我们在当中 我们有一位的童工 他是在以色列 是做传道人的 他跟我们分享 那些的哈马斯 那些的恐怖分子 他们来到的时候呢 他们奸人就杀 他们把这些 女性的这个乳房 给割下来 还有那些的大肚子 有怀孕的 他们就把他剖开 拿那个的婴孩出来 直接在他的父母面前 把他杀掉 多么的残忍 没有人性 这个教授 凶恶的日子来到 那同时 除了保罗的这个警告之外 使徒约翰 他也警告 在末日的时候呢 有敌基督 他们将要出现 这个敌基督 就是抵挡教会的 抵挡耶稣基督的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有很多的 这些的耶和华间真人 摩门教 东方闪电 他们出现 他们就是来迷惑信徒 如果我们对 属灵的这个 真理不会分辨的话 没有分辨能力的话 我们就会被迷惑 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 已经有多处的告诉我们 这些的假基督 假先知 他们将要来 迷惑我们 那主耶稣在 两千多年前 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 他说 盗贼来 就是要偷窃 杀害并毁坏 这个盗贼是谁呢 这个盗贼就是魔鬼撒旦 主耶稣说 我来 就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那这个盗贼 他来的目的 就是要偷窃 杀害并毁坏 他偷窃了什么 他偷窃了在教会里面 弟兄与弟兄之间的 那种彼此相爱 他偷窃了许许多多 那种同心合一的那种的心 他偷窃了许许多多 神的施工 在教会里面 这些的假教义 进来的时候呢 就迷惑信徒 结果呢 有很多真信徒 他们被迷惑 他们离开教会 那他怎么杀害呢 他来到 他就是要杀害你 你们有谁知道 世界的第一宗谋杀案 是哪里 有人知道吗 世界的第一宗谋杀案 该隐杀亚伯 为什么该隐会杀亚伯 就是因为神 约纳亚伯的寄物 和亚伯 亚伯为什么他们会献寄物呢 就是因为他的父母 他亲身经历到 当他们犯罪之后 这个死亡就临到 他教导他们的这个孩子 要好好敬畏神 要把最好的来到献给神 所以亚伯他就听进去了 他把最好的羊羔 来到献给神 那该隐呢 圣经告诉我们 他在田里 拿了一些 来到献给神 那该隐呢 他是做龙作物的 所以他会怎么样 他就看到有里面的 那些他所种的 这些的南瓜 有这些的番茄 有一些有虫吃了 有一些开始烂了 他怎么样 他拿了一些 圣经告诉我们 take some of the fruits 随随便便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来到教会奉献的时候 打开你们的荷包 看到有一张 五十块全新的 然后还有一张 十块钱 好像喊鱼 你们会把哪一张 丢进去那个奉献袋呢 是不是拿那个十块钱 哎呀 不用得了 把他丢进去呢 随随便便拿一张 那种对神的不忠忠 所以盖影就是这样子 随便拿了一些 献给神 结果呢 他就不能够蒙神的喜悦 他而且还怎么样 他还很生气 他还很大有 那个理由的来到说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喜悦我的祭物 那神怎么告诉他 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悦呢 什么叫做行得好呢 神说你要把最好的献给我 可是你拿了什么东西 你随随便便拿了一些东西 你当我是什么呢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负在你的面前 他要恋慕你 你却要自负他 所以我们看到 他就因为这种的罪 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呢 他就杀死了他的弟弟 非常的残忍 这就是仇敌他来 就是要杀害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十多年前 这个ISIS在中东 有许多的这种的恐怖分子 他们来到的时候呢 在十多年前 他们曾经抓拿过 有十对的这些的宣教士 其中一对呢 就是他们的父子 这个父子 他们被杀的时候 这个ISIS 这个恐怖分子 他就对着他的这个 宣教士的这个儿子 他说什么 你如果放下你的宗教信仰 我就马上放你走 你不要再传福音 你否认你的信仰 我就放你走 结果他的儿子 就对着他的父亲说 爸爸 我们在天家见面 就这样子 他们就被杀害了 历史历代以来 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见证人 他们都被杀害 直到今天为止 这场属灵的战战 没有停止过 他来就是要杀害 那他怎么毁坏我们呢 我们看到 这些的信徒 现在在教会里面 有许多这些的分门借到 保罗说什么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哥林多教会 都是神所爱的 他们都是信徒 保罗称他们为信徒 但是他们怎么样 他们受祭母 放淫乱的事情 他们还在里面 分门结党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祭法的 我是属亚伯罗的 他看到这个很好的时候 他就跟随他了 他们被这种的 希腊哲学 来到去影响了他们 他们觉得很好 然后有一些人 他们说 你们都不够厉害 我是属耶稣的 更加厉害嘛 那保罗说什么呢 耶稣是分开的吗 不是的 保罗说 无论你是希腊人 无论你是犹太人 你是维奴的 你是自主的 你是福建人 你是中国人 你是美国人 我们都从一位圣灵收洗 什么意思叫做 从一位圣灵收洗呢 当尸体一旦见到 耶稣的时候 他说 看啊 那将要来的 他要用火以圣灵 给我们施洗 所以主耶稣 他就是用圣灵 来给我们施洗 那 当圣灵 把我们洗漏 耶稣 这个 这个圣体的时候 就是隐移一位圣灵 隐移一位圣灵 就是圣灵的泪住 他把我们洗漏 基督的这个圣体 我们就成为了什么 一家人 不再是分门皆当 不应该 犹太人和外邦人 有那一种的仇恨 那道墙 已经给拿开了 但是仇敌来 他不是 他就是在那边 信奉作浪 来做这个毁坏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里面 教会与教会之间 有许多的那种的矛盾 弟兄教会里面 有许多的那种的 分门皆当 彼此的批评论断 你们在当中 有谁批评过 你们的牧师呢 不敢讲 你们在当中 有谁批评过 你们教会的执事呢 有多少的 这些信徒 他们在当中 彼此的这种的 分门皆当 我这次回来 英国之前 回来这个马来西亚之前 我在香港 我认识到一位姐妹 她说他们的教会呢 一个是大众派来的 有好几千人 但是就是因为 里面的那种的斗争 争权夺利 从几千人 一直到现在 只有几百人 仇敌来 就是要透窃 杀害 并毁坏 他是很残忍的 弟兄姐妹 那我们今天 我们要去认识 这个仇敌 他究竟是谁 保罗说 我们的这个 对手 我们的这个仇敌 不是属血气的 刚才我们读照 这段经文 他告诉我们 这个仇敌不是属血气的 也就是说 你的仇敌 不是你的身边的太太 你的丈夫 也不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的仇敌 是那属天空掌权的 那个恶魔 他是谁呢 首先我们要来 看一处的经文 就是这一个的 约伯基 第38章第6到第7节 那你讲到什么呢 地的根基 暗自在何处 地的角石 是谁安放的 那时 诚心一同歌唱 神的宗旨也都欢呼 那诚心和神的宗旨呢 都是在讲 一般上都是在讲天使 在英文的翻译 就是angel 还记不记得 当摩西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 他就写下了 创世纪的第1章第1节 起初 神创造天地 这个heavens呢 就表示了 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 就造了这个属灵的世界 这个属灵的世界呢 就里面就造了这个天使在里面 那天使他被造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荣耀神 来到服侍神 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服役的灵 那么天使呢 他是有位格的 什么叫做位格呢 就是person 就是有理智情感意志 他会去思想 他会去明白 他会去策划 当主耶稣被降生的时候呢 天使在这个天上那边 来到包家英 有没有 那么天使里面呢 他们有分这个等级 有小天使 有军兵 这些军兵就是专门来打仗的 还有呢 这个天使掌 那天使掌里面呢 最高的等级 就是基督博 基督博呢 是以神的荣耀 每一次神的荣耀 一出现的时候呢 这个基督博就会在当 就会出现的 所以他是最高的 这个等级来的 那这个天使掌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Lucifer 他在被造的时候 在以希结书告诉我们 他是无所不卑 智慧充足 全然美丽 在伊甸园的时候呢 他佩戴各样的宝石 有什么宝石呢 有红宝石 有蓝宝石 你们当中谁有红宝石 蓝宝石的 不敢举手啊 不必怕的 我不会像你要的 我们有什么 黄金 有没有 我们都喜欢这些东西 我们都在追求 我们都在追求什么 很大的房子 很舒服的车 有了奔驰 又要驾宝马 有了宝马 又要驾路虎 有没有啊 这个天使掌呢 他在天上 他又拥有很多 这一切的这些东西 是神给他的 但是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他因美丽 心中高傲 结果怎么样呢 他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坐在我的宝座上 在忠心之上 你看到吗 下面那一句 他说 我要以至高者同等 他忘了 他自己是被造的 他要以神同等 可能吗 一个被造者 可能 与这个创造者同等吗 不可能的 被造者 永远就是被造 他是有限的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圣经告诉我们 他就被神 甩在地上 当他甩在地上的时候呢 他的尾巴就拖拉着 三分之一的 这些小天使 他去迷惑他们 迷惑他们呢 他就怎么样 他就气愤愤地 来到这个地上 因为他的时间不多 所以他第一个 见到的是谁呢 他第一个见到的 就是亚当夏娃 他在伊甸义里面 他就开始去迷惑 迷惑人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 样式造的 人因为尊贵 是因为他有神的形象 样式 魔鬼 撒旦 他的结局 就是永远的活物 他没有救恩 所以呢 他很生气 他也要人 来到跟他一起灭亡 所以他就来到 这个伊甸园 他就跟这个伊甸园 的这个 这个夏娃呢 画成一个 会讲话的舌 他就说了 嘿 夏娃 神起震说 原中树上 所有的果子 你们都不可吃吗 神有没有曾经讲过 原中树上所有的果子 你们都不可吃啊 有没有讲过 有吗 没有讲过 神说原中树上所有的果子 你们都可以吃 你看到这一个的蛇 这个仇敌 他很狡猾 他这个讲话的技巧很厉害 他先讲 神起震说 原中树上所有的果子 你不可吃吗 当他讲的时候呢 这个夏娃 马上就把 那个的专注力 注意在哪里呢 注意在这个 分别三二树上的果子了 很狡猾 他是谈话的 这个高手来的 那夏娃一听到之后呢 他就说 哎呀 是吗 神有没有讲过 原中树上所有的果子 都不可以吃啊 没有哦 他说什么呢 不是啊 原中树上所有的果子 我们都可以吃 只不过是 那分别三二树的果子 你们不可吃 好像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这个蛇一听到之后呢 他就说 这个好骗 为什么好骗呢 因为他没有把神的话 听进去 夏娃 他没有把神的话 认真听进去 神在讲的时候呢 他在那边做什么 刷手机 看微信 看Facebook 没有认真去听 结果呢 听到 不清不楚 这条蛇就跟他说了 你不一定死 你看到吗 从一定死 这三个字是绝对的 因为神的话呢 他一说出去 就绝不返回 神说要有光 这个光就出现了 神的话呢 他一说就是那个权威来的 神说你一定死 这就是正理 但是这个蛇怎么样 在三个字里面 加了一个字 加了一个不字 不一定死 就把整个里面的这个语境呢 就给吊转过来了 非常可怕 那为什么不一定死呢 这条蛇就跟他说了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 你们便如神 吃到善恶 请问你们想不想和神一样 想吗 如果现在我告诉你有一个产品 你吃了之后呢 好像我这么英俊 不要用我了 就用刘德华了 你看你们一定要的 是吗 刘德华你们像不像 像他一样这样的英俊笑傻呢 弟兄可能会要 那姐妹呢 像林青霞 每个人都想 不过林青霞现在都老了 如果有一个的产品 你用了之后呢 你好像马云这么有钱 不过马云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 你想用吗 和神一样好不好 什么都知道 弟兄姐妹 我们都想做神 我们都看到那个的 这个包包 LV包包很美 在走的时候就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走 怎么知道创到那个墙壁都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有时候在走走下的时候呢 那个老公就拖着你 你的眼目就是在那边 被他吸引了 眼睛就明亮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满足 我们很想拥有这个世界 所以呢 撒旦他不满足 他其实什么都有了 他的智慧非常的 非常的厉害 但是呢 他不满足 他想与神同等 所以这个夏娃 他听到能够与神一样 能够分别善恶的时候呢 那他也受迷惑 他也想一样 吃了之后呢 眼睛就明亮 又滋润 又能够滋润人的那一个的 这个的食物 约翰艺术里面讲什么呢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结果怎么 结果他就踩下来吃 踩下来吃之后呢 他也给他的老公吃 结果两个人因为吃 罪就入了这个世界 他就中了这个魔鬼 撒旦的这个轨迹了 就因为亚当夏娃 他们的不谨慎 他们没有听神的话语 结果 这个死亡就来到 弟兄姐妹 仇敌 他就是想尽办法 来到去 迷惑人 本来亚当夏娃 他们是同管 这一个的天地 神说你要管理天上的 地上的 还有地下的 海里的 有没有 但是 现在这个管理权 落在谁的手上呢 落在撒旦的手上 撒旦非法 夺取了这个的管理权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他被称为世界的王 全世界都握在 这一个的 恶者的手下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整个世界的系统 就是撒旦的系统 无论从政治 教育 无论在任何的一个领域 撒旦都在里面 来到去 兴风作浪 那刚才 我们讲到这个撒旦 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那么他来的这个目的 他有很多方面 他要来到去破坏我们 那其中一个呢 他就是要攻击神的话 怎么样攻击神的话呢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从神说 你一钉死 他就加了一个不字 所以 他会扭转 他会扭去 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 那异端是什么意思呢 异端就是 百分之八十 他是真理 百分之二十 他是外力 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悉 那我们就会被他迷惑 所以这个撒旦 他的这个诡计是什么 他来到攻击神的话语 那在美国 有一个的协会 就是ACLU 他这个协会呢 他就是专门怎么样 专门不让在学校里面 来到传讲 教导这个圣经的 他不可以让学校 有这个教导圣经 教导实践 如果你是教导的话呢 那这个学校呢 就会被拿下来 甚至拿取他的这个 license 让他不能够再经营下去 那么他又怎么来到 攻击这个家庭呢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一男一女 一生一丝 一夫一妻 撒旦说 谁讲的 谁说只有男跟女 男跟男不可以吗 女跟女不可以吗 结果我们就知道 这个世界里面 就多了一个什么 LGBTQ 就是同性恋 又叫彩虹族 他来就是要破坏 破坏家庭 他不止破坏家庭 他破坏神的话语的这个教导 很狡猾 那我们刚才讲到 撒旦他堕落的时候 他的尾巴拖拉了三分之一的 这些的小天使 现在这些的小天使 请问在哪里 在哪里 就在你的隔壁 你们怕不怕呢 圣经告诉我们 他到处游行 寻找可吞斥的人 王父牧师是讲民间信仰 他很知道 中国人他们那种的信仰 其实这些的背后 真正的他们所拜的是谁呢 就是这些堕落的小天使 他们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是要人来拜他 他们想尽办法 所以我们今天 中国人很厉害的 中国人有很多的这些的 宗教信仰 见到海的时候就拜什么 海龙王 见到土的时候就拜土地公 见到河就拜河国 什么都去拜 连自己都去拜 有没有 所以很多的这些的被迷惑起来 那我曾经听过王父牧师讲到 这个民间信仰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 那个打债 喇摩罗打债 死了之后 那个人就在地下 那我们很常 如果是还没有新主的那些人 他们就会烧什么东西 修那些Bens BMW 还有那个很大件的洋房 还有几个的半位陪他一起下去 想不享受啊 在下面 真的能够拿到吗 真的能够在那边开车 开得这么美吗 我们今天在这里呢 我们多么的辛苦去努力赚钱 有没有 我们很难很难 才赚到一两分子 有些人就说 哎哟 你太多Bens 我在我地面 我在我北西 他很辛苦 可是一死了之后就可以马上下去 能够有Bens 可以加吗 这就是迷惑人 仇敌他就是要迷惑我们 我们一定要认清他的这个诡计 那仇敌呢 他也会浮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王福牧师 他有这个赶鬼的这种经历 这种邪灵呢 他的这个占有的这个位置 是比我们人很多的 我今天站在这个的位置 这个位置只能够我一个人站 再多一个人来的话呢 就要把我挤出去 是不是 那么在这个的 马可福音那边讲到 主耶稣跟那般的门徒 特地去那个格拉圣那边 那格拉圣有什么 就有一个被鬼扶的人 有一群的鬼 圣经特别讲明 一群 在罗马的这个士兵里面呢 他们的一群就是有六千人 所以呢 起码有六千的鬼 扶在那个人的身上 很可怕 所以他们的这个 占有的这个位置呢 比我们人的这个空间呢 是多的 还有 他们的智慧 很厉害 他们知道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很老远很老远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 但是 后面的事他们知道吗 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被造的 他们是有限的 只有神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 但是魔鬼撒旦呢 他因为被造 他可以知道过去 但他不知道未来 但是他的智慧 他的激性 比我们人好 所以 当你去问这些的 米 问你的时候呢 他会告诉你 哎呀 你记得把我的那一个的 那个的烧鸡拿过来 烧给我吃啊 是我人妈妈很喜欢吃烧鸡的哦 他会知道的 那你就觉得他好冷咯 那你就会拜他了 他就是用这种的手段 来到去迷惑人 然后 他是杀人 说谎 他用一切一切的方法 来到迷惑人 他要我们什么 常常追究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不可追究 乃要被圣灵充满 为什么不可追究呢 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去 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哥林多前书 是他们在一个很非常非常异端的 一个的地方 在当时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的宗教 这些的民间的信仰里面 他们有很多的那些的妙计 还有很多那些的神明 在那个的地方 那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 他们就被这些的来的迷惑着 所以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那边告诉 马罗一开始他就说 你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 是被牵引受迷惑 去拜那哑巴的偶像 看到没有 可是当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他们信主之后呢 他们却把当时他们信主的那一种的 那一种的习惯带进来教会 结果就造成教会的混乱 这是谁在破坏这个工作 这就是仇敌在破坏这个工作 那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清清楚楚 认识四个圣经中的这个真理 神曾经说过 你们不可翻剑影 保罗也曾经说过 信以不信 不能同负一恶 什么叫做同负一恶呢 那个恶 在这个旧业里面 我们知道牛 它在耕田的时候呢 它有那个恶拖在 它的那个肩膀上 信以不信 不能同负一恶 在旧业的这个生命纪里面 曾经用牛和驴 不能够一起耕田 为什么不能够一起耕田呢 因为他们生命的本质不同 所以 耶稣基督以这个比列 比列是谁呢 就是撒旦 有什么相交呢 没有相交的 黑暗和光明 有什么相同呢 完全不能够妥协的 保罗说 信和不信的 不能够同负一恶 可是撒旦怎么样 没事的啦 你信吧 你嫁给他吧 你嫁给他 你一样会蒙神的祝福的 请记住 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 讲得清清楚楚 信我的 顺从我的 他就蒙福 顺服就蒙福 你不顺服 你就遭受到咒诅 这就是摩西五经里面 特别讲明 以色列人 他们叛逆的这种的情形 你说没有啊 你看 某某人 他结婚之后 他也一样蒙福 弟兄姐妹 我想告诉你 这个人蒙福 是因为他认罪悔改 所以他蒙福 可是今天 如果你在听到这个真理之后 你还是被迷惑 去取一个非信徒 或者是加给一个非信徒的话呢 我告诉你 你将要受到神的这个审判 神曾经说过 尊重我的 我必看重他 藐视我的 他必被侵蚀 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不要用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的例子 好像被祝福 然后就扭转圣经里面的那个真理 不能够妥协的 所以 撒旦 他就是会来迷惑我们 我们要很小心 那么呢 他是谁 他就是那条骨龙 骨蛇 名字又叫什么 魔鬼 又叫撒旦 所以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迷惑 就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会化成什么 光明的天使 忍意的猜疑 你以为他很好人吗 不是的 他就是 后面 他前面看起来 好像一朵玫瑰花 可是后面呢 却是非常残忍的 会杀死你的一只的野兽 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 不要紧守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 魔鬼 如同哄叫的狮子 到处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历史历代以来 有多少的信徒被他们迷惑 我们不讲信徒 我们讲 牧师传道 有多少的牧师 他们被迷惑 他们掉入那个陷阱里面 你知道有多少的 这些的教会的领袖 他们 为什么会跌倒呢 就是因为有婚外情 有第三者 这个的第三者 不只是 看得见的这些的女人 或者是男人 这些的第三者 也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手机 我们的iPad 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这些的物质 一找起来 打开眼睛 第一时间拿的是什么 很小部分你们 是不是全部人都拿手机 还是很多人都拿手机 一打开就是拿手机的 你隔壁那个一睡醒的时候 老公走散都没有讲的 老婆 我爱你 没有讲的 已经过去了 看手机 看卫星 一直在翻 其实都不知道翻什么的 有没有 第三者 进来呢 它就是来到破坏 我在这里 我想特别讲 为什么这些的手机 这些的iPad 会那么的吸引人 你知道我们今天 如果我一直站在这边 我什么都不动 我也不讲话 你们会怎么样 我忙里里忙 忙着两个钟 你们会走 因为没有新鲜感 可是为什么在那个手机里面 它会这么的吸引人呢 就是因为里面的那个画面 一直在转动 那我们人的眼睛 是有那个感官的 所以当我们眼睛 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而且里面又有那些的色彩 这些的东西就吸引着我们 那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 没有意思的 在看了两下之后 我们也不知道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看看两下 就看了两个钟头过去了 那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要看手机 看两个钟头的话 那你们同时也要看圣经 看两个钟头 这样才公平嘛 对不对 如果你们不看圣经 天天去看手机 天天去看连续剧 那我们的属灵生命 怎么样成长呢 我们没有办法成长 圣经是什么 圣经就是神的话 圣经就是生命的这个粮食 我们今天只有大口大口地来到吃这个生命的粮食 我们的属灵生命才会成长 Amen 所以今天教会一定要注重 读圣经 要明白圣经中的这个真理 如果我们不明白 我们就会被这个 你看屏幕上的这个狮子 狮子吃人是怎么样的 惊悄悄地来 有机会你们去看一看这些的动物世界 它来 是惊悄悄的 它不会跟你说 啊 我来了 不会的 它就是惊悄悄在你一个不注意的时候 一来就索猴 你知道那个动物世界里面的那个叫什么呢 猎狗 或者是叫野狗 它们最出名是什么呢 涛疆 很残忍的 有时候我看到 为什么这个动物的世界会这么的残忍呢 就是因为罪的咒诅 那仇敌它就是这样的残忍 它不会跟你客气的 它来就是要破坏你的家庭 它来就是要破坏家庭 它来就是要破坏教会 使教会分裂 神曾经在以赛亚书 他讲过一句话 这个是神的属灵军装 神自己的军装 他说 他见无人拯救 无人代求 他很差异 他就用自己的绑币 神的绑币 是全能的 神的绑币呢 是无所不得的 他用他的绑币来到实行这个拯救 用公义来到维持他的自己 他以公义来到做这个盔甲 以拯救来到做这个头盔 所以 保罗在以赴所述呢 他就告诉了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来到面对这个仇敌呢 他就用了这个全部的军装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仇敌 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属天空属灵的这个恶魔 所以呢 第一个兵器是什么呢 就是用真理当做带子塑腰 谁是真理 绝书两千多年前 曾经站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中心点 他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真理 永远不会变 他是道 细在 敬在以后 永远 永远在的这位全能神 真理 能够使我们得自由 我们今天认识这个上帝吗 我们认识主耶稣吗 主耶稣曾经带门徒 去到这个凯撒利亚 菲利比这个地方 他们 他主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门徒怎么说 有人说你是施洗憨 有人说你是就业的这个先知 有人说你是这个 那主耶稣根本就不在意 别人怎么看他 主耶稣在意的是门徒 怎么去认识他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就说了 你是基督 是永胜上帝的儿子 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基督 谁是永胜上帝的儿子 今天我们知道吗 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 这个真理就能够 塑在我们的这个腰 那保罗在看 这个罗马病定的 这个军状的时候 他的这个军状的 这个衣服是很搭建的 那这么搭建的 这个衣服 如果走起路来的话 是很不灵敏的 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 我们就要拿那个的 那个的腰带来到竖起来 当一竖起来的时候 他整个力气就上来了 如果我今天穿一件 很搭建的衣服 我必须要什么 我必须要拿一个的皮带 把它竖起来 所以真理就让我们能够 整个的力气起来了 因为神 他就是我们的力量 神 他就是我们的这个盾牌 神 他就是我们的这个真理 这个世界没有真理 这个世界充满着外力 因为这个世界的这个神 他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 这种的外力 迷惑我们 所以我们首先 第一个就是要 用真理当着带子塑料 那要怎么样去 用这个真理当着带子塑料呢 就是要读圣经 就是要从圣经里面 认识圣经中的这个真理 然后呢 当你成为一个 认识圣经的时候 你就能够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仇敌 他是说谎的 他常常讲偏话 有没有 但是如果我们有真理 在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们就不说谎了 然后第二 用公义当做护心经遮凶 那这个的护心经是很凶 很硬的 它是前后都把它掏上去的 所以这些的兵器呢 不能够射穿 射穿他们的这一个的心脏 非常的硬 那保罗 他就说公义 那公义有两方面的这个解释 一个呢 就是应心称义 一个呢 就是靠主过意的生活 我们知道主耶稣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在神面前 能够抬起头来 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主耶稣 让我们重新抬起头来 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犯罪 我们需要他的这个宝血 来到遮盖我们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当我们穿上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衣袍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义人 我们就能够靠主过一个义的生活 我们要行公义 好怜悯 有没有 所以公义当作不信尽着凶 然后第三个兵器是什么呢 就是用平安福音当作一被走的的鞋 穿在脚上 相信你们大家都看到这个十字架 十字架呢 横幕 就是人与人之间 这个植木呢 就是人与神之间 主耶稣来 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人与人 都是互相的仇视的 人与神 也是互相的仇视的 但是主耶稣来 祂就把这个和平的福音 带来给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 我们就能够以人和好 我们也能够以神和好 所以当你传讲这个真理的福音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以人和好 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 请回到来 去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 因为主耶稣来 祂就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一定要传福音 只有传福音 人才能够以神和好 人才能够以人和好 然后呢 又拿着信德当着盾牌 那他们罗马并定的这个盾牌呢 是非常厚的 是用皮子做的 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呢 他们会浸浸在那个的水里面 一天一夜 所以他们在出战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拿起这个的盾牌 拿起这个盾牌的时候呢 这个盾牌是什么呢 是潮湿的 那敌人 他们会在射箭的时候呢 他们会涂上一层的蜡青 这一层的蜡青一涂上的时候 他们就点火 一点火的时候呢 射来的是什么啊 这是火箭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侍奉神了 你看你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你怎么样啊 你犯罪了 神这些的魔鬼撒旦 他一直用这种的火箭来攻击你 他一直让你觉得 让你很惭愧 让你抬不起头来 弟兄姐妹 我们拿这个盾牌 这个盾牌能够灭尽那 二者一切的火箭 谁是我们的盾牌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盾牌 只有我们越相信神 我们越认识神 我们对神就越有信心 我们如果认识神的话语 越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拿起神的话语 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 主耶稣 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他就是我们的盾牌 他为我们解决一切的这个困难 当耶稣他在打仗的时候 他很怕的时候 神说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是你的盾牌 所以我们要每一天 静在这一本圣经 当我们越静的越多 越透的时候 我们对神就越有信心 那我们一天用多少时间 静在神的话语呢 一天有没有一个小时 读神的话语的请举手 没有啊 那我就剪了 五十分钟 半个小时 五十啊 半个小时也没有 那五分钟呢 有啊 有人举手 那如果我们一天 没有用一个小时 去读神的话语 这是很可悲的 我们越静的越少 我们对神就越来越陌生 求神怜悯帮助我们 然后戴上旧恩的头盔 我们有很多的思想进来 有很多的负面的思想 仇敌他会通过这些负面的思想 来到攻击我们 他会让我们沮丧 他会让我们灰心 所以保罗说 我们要戴起这个旧恩的头盔 罗马并定的这个头盔呢 外面是铁 里面是铜的 然后旁边有那个皮抱质的 是非常非常坚硬的 那旧恩的头盔 他就能够挡住这些负面 和沮丧的思想 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沮丧的思想 有多少的人他们灰心丧志 在教会里面 某某人都不了解我的 或者有很多的这种的仇敌 来的这种的炮弹 记住 当你受到这些的炮弹攻击的时候 当你受到这些的人的批评论断的时候 请记住 这些都是仇敌给你们的这个炮弹 他射过来就是要得着你 仇敌来就是要得着我们的心思意念 当他得着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 然后他就得着了我们 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 要常常怎么样 让这个旧恩的头盔来保护我们 然后用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那这个圣灵的宝剑 罗马兵定的这个宝剑 不是常剑来的 它是短剑来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是讲到 这个是一个短的经文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就鼓励 弟兄姐妹他们背诵经文 有没有 所以当主耶稣 他在这个旷野里面 面对这个撒旦的这个引诱的时候 主耶稣就用了生命剑里面 魔鬼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叫这个石头变成食物 变成饼干 有没有 那主耶稣说什么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就是圣灵的宝剑 所以我们要常常背诵经文 把这些的经文 牢牢地记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 使我们能够常常思想神的话语 当摩西死后 摩西带领两百万的这些的以色列人 他们是何等的叛逆 他们是硬着颈项的人 有没有 谁把这饼干 不听话 摩西死后 他就把这个棒子交给耶稣 那耶稣怕不怕呢 耶稣很怕 他要面对这么多的人 不听话 很叛逆 甚至要杀死他们的这般的百姓 常常批评论断 摩西 常常攻击摩西亚人 可是现在 耶稣亚 他要带领他们 他很怕 但是神跟耶稣亚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 好吗 耶稣亚记一章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期 这律法书 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 谨守遵行这书上 所写的一句话 如此你的道路 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所以 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 神说 这律法书 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昼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早上和晚上 我们都要去思想 我们不是 读一段之后 然后就不看 其他时间都去看电视 不是的 然后最后就是 多方祷告祈求 我们要靠着圣灵 我们不能够再靠自己 弟兄姐妹 教会今天 能够成为一个 这么大的教会 有这么多的人 在这里聚会 而且你们在隔壁 也已经兴起了 另外一座起来 我们要靠谁 我们要靠圣灵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第八节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就必得着人类 你们要在什么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 我们传福音是靠谁 我们是靠圣灵 不是靠自己 如果我们是靠自己 我们一定完蛋 请大家记住 我们今天要靠圣灵 这全副的军装 这全副的军装是神所给我们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 今天听了这一场道之后 如果我讲的都是圣经里面的话 你们要听 如果我讲错 我将要向神来到负责人 可是如果我讲对的 你们听了 你们要回应 你们如果不回应 你们要向上帝来到去交代 上帝必定会来到审判 我愿大家一起来到努力 神把我们每一个人 把你们今天放在这个马路利 这个地方 不需要让你们坐在这里 享受这个冷气 需要你们传福音 大使命里面有两个的层面 一个是传福音 你们要去 这是一个命令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门徒培训 这也是你们今天教会 正在做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愿主祝福你们 愿主保守你们 使你们在这个马路利的 这个地方 人数越来越多 让更多的人能够信耶稣 让他们不知灭亡 让他们能够在 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 能够一起的来到去 享受这永恒的这个福分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把这个的话 赐给了我们 我们愿主你自己 圣灵在当中 来到去感动 你的话语 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 继续地运行 使我们每一个人 听了你的话之后 能够对你有所回应 主啊 赐福给马路利教会 你保守牧者传道 保守在当中 每一个信徒 让他们都能够一起的 在末世时代 能够成为你重心的仆人 我们如此地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